请问玄奘大师西行经历了许多的国家 从文化交流观点来看 大师可以说是一位实质的文化大使 大师的西行对这些国家而言 产生了什么影响与意义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玄奘大师他的行仪是温文儒雅 并且表现出来就是非常的慈悲 那西行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西行本身是取经 尤其是要去取回这个瑜伽斯蒂论 所以玄奘大师的所谓的文化交流 他其实是一路上他不是侵入式的 就是他不是一个文化的入侵 反而是扮演着一个很和善很和平的一个使者的身份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玄奘看起来他好像没有对那些西域的这些国家 好像没有带去什么实质的东西 但是因为玄奘本身所表现出来的行仪跟他的态度 让这些西域的这些国家 包括到天主的这些国家 等于是对当时的这个大唐 那个戒心就整个减低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慈恩传里面提到了 就是大师还没有还没有回国 他当时还没有回到大唐 这个戒日王他就已经先派了大使来到长安 乃至西域各国 陆续就有派这个大使来到台湾 对不起来到长安 那么所以互相有了交流以后 那其他的文化上包括物质的这些互通有无等等的 其实就慢慢的就出来 那这个等于是说是玄奘在当时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影响 另外一个影响就是因为这个玄奘当时的 他的这个到各地 我们说他是去做田野调查 所以他对各地的这个西域各国的了解是非常透彻的 所以回来以后不管是说这个慈恩传或者是说后来 唐太宗要他写的大唐西域记里面 对西域乃至天族各国的情况都写得很清楚 那发生一个什么效应呢 发生一个效应就是说 后来在19世纪跟20世纪的这个大概100年时间 印度是由英国所殖民 那么当时很多的英国的这些的考古学家呢 来到印度呢做考古 可是挖掘到的一些古迹呢 连印度本身的这些历史学者呢 都搞不清楚那个到底是什么 所以就把当时大唐西域记已经被翻译出来了 所以就拿那个翻译英文的来对照一下 原来他们挖到了鹿野院 所以当时的很多印度在当时的很多古迹呢 其实是透过大唐西域记里面的记载呢 去发掘出来的 那这个就是等于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玄奘当时的影响 在文化层面对这些西域国家 对这些对天主印度的这些影响 乃至于到19世纪20世纪或者现在都也还有 让他们去补足了他们那个历史的空缺 这个是我的观察 不晓得郭老师的看法 这个问题刚好可以回答 我们现在时间有点over 不过我就把这说一下 刚好可以回答说 诶 雪上大师从来没有说他有震量或是轻震 但这不是事实 这真的不是事实 对 且不说余老师现在在现场 他家里面还吊着一个算挂 挂 挂 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机会当太子的时候 他呢就赞叹 高中对不起 年纪大就会这样 所以呢在那时候呢就赞叹 雪上大师的震量 而且那震量是惊人的 因为太惊人了 所以现在举牌告诉我们不要一直讲 对 那真的是太惊人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个上表 但是重要的是呢 大师没有否认 也没有承认 那以大师来说如果没有 通常他就说没有啦 硬着头皮也会说没有 那重要的是在文化这传承上做了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日本也为留学生人 叫做世道昭 他来到中国 中国呢 就派他到玄奘大师的这个意境的场所 跟着学习 其实他应该也没办法帮忙什么 但是他过去生呢 跟大师有了交情 其实他帮忙大师在西行的时候 好像是给了举止 还是什么 就是避免这个饥饿 所以呢 大师决定帮他开悟 所以大师呢 最后就跟他讲 意思是说你不用学那么多啦 我有禅宗 这样等等等等 就呢 然后点开了一些事情以后 就叫世道昭 然后去禅宗有个知系 那时候在京城那边 有个叫慧满禅师去寻他印证 目前这死要都有 可是这道昭这件事情呢 就比较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应该是保密道家啦 对 然后这件事情是后来道昭回到日本 然后去发展的时候 这也算文化交流啦 然后他最后把这段经历写下来 那他就写在缘恨隶书上面 所以在文化交流上呢 不管是哪一个层面 然后呢 大师都做到他应该做的 不管是佛法上生命教育的体系 或是他觉得怎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大师是真的有正量的 不应该随便说 大师没有 或是大师没有说过 这样等等 那现在的印度语 印地语里面 把糖 我们每天吃的白砂糖 叫做Sini 就是从中国来 那这个Sini是说 这个糖是从中国过去的吗 并不是 刚才刚好接董事长的话说到 在大师还没有回到长安之前 戒日王 纠摩罗王 库玛拉他们派来的大使 已经到达了长安 然后太宗呢 就派了 又派了这个王 王玄策他们 然后跟着去回拜 就到印度去 去的时候呢 唐太宗特别交代 你们给我去找一个 找一种人 叫做十蜜匠 也就是做 以我们今天的角度 就是做黑糖的工匠 在唐朝之前 中国做蔗糖的能力 非常的差 但是印度却非常的强 所以呢 因为透过大师的这个缘由 所以导致 后来王玄策就把十蜜匠 从印度带回到中国 而且特别指定他到扬州 去找甘蔗做糖 然后呢 结果这个印度做出来的糖 是黑色的 黑糖 经过唐朝的改良 变成黄色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叫红糖 到了宋代呢 中国人更厉害 把它做成白色的 于是就出现了白砂糖 那么这个白砂糖呢 然后再回销到印度去 胜过印度当地做的黑糖 所以他们就说 哦 这个糖好 这个是中国来的糖 就叫Sini Sini 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叫 那这整个糖 从中国一路跑到 经过西域 经过海上师路 跑到印度 乃至于后来还又卖回 又卖到这个阿拉伯去 等等等等 其实最初最初都是因为大师的原因 然后能够沟通两边 所以今天也可以这样讲 我们每一家现在都在吃到白砂糖 可能跟玄奘大师 他也有 里面又是有因缘存在的 好 那今天似乎是时间已经超过了一些了 今天谢谢各位 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